除此之外 热电材料由合金组成 相当的坚固 可以做得很小 和压电材料一样 有许多灵活的运用空间 像是什么呢 像是利用体温发电的手表 和利用体温为手机随身听 充电的配件 甚至还有利用人体热能 作为电力来源的心率调节器 能随时地调整病患的心跳频率 不用担心电池的问题 想要真正地大量应用 热电效应来发电 因为效率和成本的关系 恐怕还真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热电材料 已经用它的另一面 悄悄地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 热电材料让温差可以产生电 将同样的道理反过来运用 当电流通过热电材料时 就会产生温差 这就是热电效应的逆反应 利用这个原理可以为各种东西降温 准备ự profits 这就是热电材料